今天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盖世英雄 就是为什么说盖世英雄这款弹弓就是特别特别适合新手 第一它的弓头采用的是优质的一个440不锈钢的 新手的话玩弹弓都知道不稳定 有时候飞弹呀或者说是皮筋厚度大皮不均匀的情况下 钢珠可能会爆增头 然后呢今天就拿了一把这个正品的盖世英雄 有点轻微瑕疵的 给大家来拿皮筋爆一下会不会打出来坑 好吧我用的一个钢珠的话是拿着生锈的钢珠 打上去的话效果更加清楚 然后我又做给你们做个对比 我又拿了一个这也是市面上普通的304不锈钢的 很多弹弓的话都是用的这一款不锈钢的 然后咱们再来击打一下这个钢头 然后咱们再来击打一下这个钢头 好吧 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皮筋的威力 这个是一瓶满瓶的红牛 我先给大家喝掉它 穿个空瓶 红牛的硬度应该玩弹弓的 几乎的话应该都知道 好吧 现在拿这副皮筋咱们来穿个红牛 看这个红牛 轻松的是很对穿的 这个是正八经的 这个不是假的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一把盖石英雄 咱们再给它穿一下 我把弓头它拆下来 找个绳子给它系上 我这个的话记得是锅盖石英雄的 这边的话有正品的logo 然后我在这边系上一个这一个304不锈钢的 然后刚才这个绳子不够 然后刚才这个绳子不够 今天出门绳子没有带够 这个红牛我接着给大家穿一份 免得有人说我这个皮筋作假 现在是一个穿的 咱们再来从这边的穿一顿 可以看一下 这进去 这出来 这进去 这出来 行了 然后左边的话是304不锈钢的 右边的话是咱们家的这个公图的公图 太大 老是晃打不上 中了 拿着是生锈的钢猪 好 等一下你们会看见的印记会非常清楚 便 catchy 中两下了 上一下,来,再打两下,再打两下那个普通不球钢的 行了 不就直接拆下来了,咱们的话就是一镜到底 来,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来 这个的话是一个304不锈钢,看到这边,大坑,这边大坑 因为挂到的是侧面了,所以说这个正面不好打 这个的话是,对吧,正品logo都在,这边,看,生锈的刚打上之后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还有那边,这边中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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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中了一发,绳子都打破了 好了,这一款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嗯,放心使用的一款 即使你新手,这个拉开弓之后,毕竟不从荷兰,嗯,什么因素的话 导致飞弹这个弓头是肯定是打不出来坑的 安全性,大家可以放心 有喜欢的,咱们就可以入手了 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